要过年不少人挤进高雄知名美式卖场赶办年货 结果有两名驾驶为了抢停车位爆发了激烈口角 还让其他民众以为发生打架冲突 吓得赶快报警 美式卖场停车场涌进大辆远景 就见车主火气好大 说来一肚子气另一边 白车同样被远景关切 卖场才买买到远景都来了 到底什么状况 监视器还原 19号晚间8点 停车场意味难求 见有人买好要离开 前面黑车后面白车都想停 当时黑车要倒车入库 白车就派人下来指挥 到底该谁停 双方吵了起来 吵闹声惊动其他民众 以为要打架赶快报警 听到打架警方哪敢大意 线上警组快打部队都来了 双方吸引停车问题 引发头脚 说明各自权利 双方并未提高 黑车驾驶载着父母 白车则是一对朋友 都是来采买准备过年 为车位爆火气 冷静下来 互不提告 就此打住 记者综合报导 精请不吝点赞 订阅